好,那因為時間蠻晚的,我想要看有沒有辦法挑戰五分鐘內,我就跟大家講 還有 好,那我其實就很簡單的講一件事,我是從台南來的嘛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關於空間的故事 那其實我覺得從小開始,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有秘密基地 我可能會搭那種小小的紙板屋啊,然後自己躲在裡面,然後覺得很開心 那長大之後呢,一直會覺得空間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我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跟我講說他很希望有一個空間 那為什麼會要有空間呢? 那我想要問大家你們覺得為什麼要有空間?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生活 嗯,還有什麼? 壓力,逃避 逃避壓力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需要空間,我們常常會需要有人聽我們說話 或是有歸屬感,然後有朋友 那最重要的可能有些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統合起來其實是 我們希望有個空間是有我們的族人 好,那我在講什麼叫做族人 就是跟我們是同樣類型的人 就好比我今天來到焦點 我覺得焦點的人都對我很友善 然後大家都會聽彼此說話,可以分享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這個是屬於我們 我在這邊會得到歸屬感,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有時候空間其實它重點也是裡面的人 那所以我要介紹一個空間,它叫做百達書城 那它其實是我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去偶然遇到的 然後那是一個朋友介紹的空間 那時候我正要做一個計畫 然後我就是計畫了很久,計畫了班了,然後沒有實行 然後到了這個空間裡面遇到了一個大哥,他叫海龜 為什麼叫海龜,來跟大家一起 所以他就想說,你講計畫講那麼多 倒不如就拿一把哨把,現在到外面去掃地 然後你掃了一個禮拜,都掃 我再來聽你講你要講什麼計畫 然後那時候我就被嚇到說,你到底是在從事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講話 我明明就跟你第一次見面,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兇 然後講然後那個東西就沒有sense 我就不想掃地 可是從那個之後,過了一個月 我的計畫就開始啟動,在那個之前 我都還沒有開始動 所以我就覺得一個空間,然後跟他裡面的人 那你如果在裡面發生共鳴 那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令人像紅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就是,好,火車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他離火車人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大家可以補共,然後擺他俗稱 那他現在呢,就是他本來是一個 清發屬的一個use park,就是青年中心 然後他以前曾經是哪一宗的,就是校外的宿舍 那現在轉變成青年中心 所以,那為什麼會碰到這個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做一個社會創新的課程 那大家應該都聽過社會企業 那可以把社會創新想像成社會企業的不賺錢 那不管賺不賺錢 但是他要做對社會有利的事情 然後他是一件創新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在大學的時候 就可以讓學生去參與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今天想要為社會做點事 然後你有一個計劃 很棒 那你就不要只是說說而已 像剛剛前面的學會分享者 你就是下去做 所以我們希望他其實需要很多不同的元素去組成 那空間是其中一個 那我自己本身是負責課程跟活動的部分 所以今天在這邊就是希望可以推廣給大家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希望現在跟這個空間一起 然後把它做一個南部的創業行動社群 那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行動創造改變 那這個空間呢 其實就會讓很多這樣子的族群的人 會在這個空間裡面活動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行動創造改變的人 你可以在這個空間找到你的朋友 找到你的夥伴 然後找到課程 找到一個歸屬感 所以想要把這個空間分享給大家 大家遊戲聚名之後可以再聊一聊 那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空間的使用狀況 就是會有很多的社團在這邊活動 然後就是可能會辦一些講座啊等等 所以他可能會有 像左邊是我們活動的社團 目前 然後右邊是他可能會辦的活動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成長站長叫海龜 他之前因為去印尼保律海龜 所以大家就叫他海龜 大家可能提醒也比較像 然後他有很多非益力組織的經驗 那我現在就是跟他一起合作 然後就是歡迎大家來 如果你有改變世界計劃 或是解決問題的點子 或是想為這個世界做點事情 那就是我們要再找的主人 所以就是我們明年 而今年的三月到六月 我們會開第三屆的一個 創製的一個工作的課程 然後我們這個空間也隨時歡迎大家 可以來看看書啊 或聊聊天都好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夥伴 都可以來這邊來共同 好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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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不管在五分鐘真的完成 因為我沒有計時啊 好 那這個假如說對於這個空間 或是是他們做的事情 有興趣的朋友們 待會可以跟志玉在會後聊聊 然後我們也把這個粉絲 把他的這個 呃 沒有白書傳夜或是甚麼之類的 對不對 好我們在我們的 旅會者家的版上面也會公佈 好 那最後最後最後啦 最後 我們就這個 直接稍微壓了一下 就是剛才在那個 呃 這個 廚方的這個歌唱 這個過後的這個 裕文聽的這個 喉嚨癢 他說他想要爭取下班演出 剩下六個人 開場演出